我第一个想在视频里面改装的东西就是这个破photo的这个灯头 我在微博上面曾经给自己挖过一个坑说自己想拍一些摄影小教学之类的视频 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录直到有一天我在熊小默的微博下面说我想拍一些修东西拆东西或者改装东西的视频 结果获得了他比较大的支持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支持 我们两个人好像在拍东西 在接下来的影片当中我将向大家演示如何将破photo B2的平灯头改装成现在这样的图灯头 一定要断电 各位如果你们也想拆这些东西一定要断电 这个部分我们不会改 这个部分就保持它原来的样子 我说过最大的程度保证它可以还原到原来的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不改我们先放到一边 现在我们要改的是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很有意思 这是连接到这个主体的 连接到这边主体的 然后这边连接到的是这个实音罩 然后它下面还有一层 能看到它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螺丝 然后这是一层 它的结构是这样的 之前我尝试把这个 我之前尝试把这个直接这样拧 我发现拧开后来后来观察到这里其实是有螺丝啊 你看这个螺丝和之前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分清楚 我做这个东西其实还有受到一个YouTube上面有一个老外的影响 它在华强北自己组装了一部iPhone 你好 我要这个iPhone 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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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做了什么什么 Geek会做 然后我两个腿跟两个腿 到 Shenzhen 来到Shenzhen就像去过去的未来 但是它是这个瘦的 dystopian 《Blade Runner》的未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拆到这个部分 这就很接近我们要改造的这个部分了 这里面有的这三个螺丝我们打开 然后 然后 它在这个几个位置 你看看啊 这在这几个位置使用了这个硅胶来给它进行减震 用硅胶这个玻璃做的非常漂亮 边角打磨的都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希望能改装之后还能还原回来 就是 毕竟这样才是一个完美的产品 然后这里面结构它是这样的 大家能看到吗 这是这样的 然后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块 这样装回去 这个螺丝 它就可以固定这个结构 它比它大了一圈 怎么办呢 我们改装这个结构 它现在是这样 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大小 也比它大 所以它如果是正常的 从这个方向伸出来 它是没有办法装回去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 跟它结构类似 但是是从这边出来 然后往这边扣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先去要找一些材料来替代这个东西 这个厚度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保持这个长度 然后也可以保持这个长度 只是这个方向 我们把它变一个 让它朝这边 我不想破坏原有的这个 我不想破坏原有的这个零件 自己做一个 sorry 防护一定要做好 我突然觉得这个结构还是这个这个这个材料有点软啊 不知道行不行材料太软了 不容易 这回是钢片 钢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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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孔 在这边也找该孔 这样我就不用自己打孔了 这样我就不用自己打孔了 好 耶 OK 稍微大一点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再试一下 耶 大小刚好 现在大门地不大了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样子 那就是一片 又一片 又一片 没有问题 这个高度 那先把它折过来 好 然后把多余的长度剪掉 可能要切掉一部分玻璃 我现在不知道 玻璃的这部分能不能切 昨天 切这个玻璃的时候没有拍到 它切到一半碎掉了 所以昨天没有办法 只能先这样装上看一下 那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只能怎么办 再买一只这个灯 花费580块 我成功了 如果你也喜欢改装或者是修理一些东西 欢迎在我的微博下面跟我互动